在舞台上有位閃亮亮的焦點 最終燈灑下必定抓住眾人目光 沒錯他就是來自國防部星戰大隊第五中隊的劉嘉賢上位 舞台魅力爆表的他主持過多場活動 例如九三相提嘉年華 國防部元旦樂會四一等 他說每次表演都要努力發光發熱 盡情享受舞台 我媽媽她小時候就是學校熱食部的那個漂亮小姐姐 就是我媽媽本人這樣子 那媽媽因為她知道了解政戰學院的生態 所以她其實蠻鼓勵我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學次考完之後 我也只報了軍校就是政戰學校 義工隊的話平常我們會是接受單位的邀請 那我們就會去各單位去進行演出 那主要就是宣位我們國軍的官兵弟兄姊妹們 讓他們在暫訓本物之餘呢 也可以好好的放鬆一下心情 我們在駐地訓練的時候就分成四個組 那像技術組的部分就是燈光音響 像我們出去外面演出的話 燈光音響的部分都是由我們義工隊自行架設 舞台組的話主要就是會去加強隊員們的動作啦 肢體上面的協調性啊等等的 那服裝組的話 義工隊其實在外面演出我們的服裝啊 大部分呢都是由我們自行設計的 那我們就會去買一些飾品來自己去裝飾這樣子 那像道具組的話 因為我本身就是道具組組長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外面演出 我們在台上所有的大大小小道具 都是由我們道具組一手包辦的 一開始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緊張 因為這樣子的台上經驗 跟我以往所接受的是不同的 以往在學生時期的主持就是 有點半思宜的狀態 我可以全程拿著稿 然後我就是只要我的音調 有一揚頓錯有不一樣 那其實這個主持就是就過去了 但是來到義工隊是不一樣的 我是沒有手稿可以這樣子罩著唸 而且每一個行程是會有突發狀況的 我要做什麼樣的回應 可以讓義工隊對人在台上的表演 可以更加分 讓觀眾更喜歡 來義工隊之後 我覺得感動的成分居多 因為其實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我們義工隊對人其實他們人很少 因為編織的關係我們人少 那一個人就是身兼多職 然後再加上 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是要推成初心 因為我們不可能都是一直用 一成不變的節目去給觀眾看 其實觀眾也是會乏味會疲乏的 那像我們最近推出的新的一個節目是 我們的APG Circus 就是我們義工隊的馬戲團節目 我們不只是放了舞蹈表演 我們也培訓他們 讓他們去學特技去學雜技 隊員們他們是都沒有任何的雜技的基礎在的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是在 政戰學院表演的時候 因為這一個節目是第一次對外 他們那一次演完零失誤 當下我在異幕裡面 我其實心裡面真的是很感動 會覺得我好為這群人驕傲 就覺得這群人真的是很努力很用心 然後這一切都值得了 我們編舞老師說一句話很重要 他就說不要把後悔留在舞台上 希望大家在每一場演出 每一次出場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盡全力的 把自己綻放給觀眾看 未來我會繼續努力的在台上發光發熱 然後盡情的享受舞台 嘉誠 嘉誠 我可以跟人家要一起嗎 我要幫你做什麼的模式 當然可以啊 但結婚了你還要嗎 我可以做什麼的嗎